哪怕它是演戲給你看 你這些品質都不錯 就介面來說它的白度不夠 第一是白度 第二是它這個進度也還可以 但這些它做介面那個架 體現不出來 如果是從你自己個人想做的角度上 是可以的 但是從買賣的角度上 做是不可以的 因為人家是高不成低不就了嘛 像這種時候要怎麼切 順著裂切啊 就慢慢切 這種要慢慢切就是順著裂 你看像這種 這條裂到這裡來 你看這裡一拿 一刀下去 這裡就沒有了 要慢慢拿 這個解要解好久 是嗎 對它不是說一時半我可以解得了的 袋子還有沒有用 有 有 你這樣 它是通過來的 要慢慢切 它就是倒極不了 要慢慢切 如果是說 你有足夠的時間在這裡的話 你就可以來這裡的時候 再安排 然後切 然後你在邊邊上看就可以 總體來說 你這些都不錯 你是來上 就是說 拿貨到我這裡來的時候 總體品質算是 總體啊 平均值來說算是最高的 是嗎 因為很多來這裡 都拿這些東西都是很普通 然後呢 你特別是這個 這個它都可以做見面 這個是真的可以做見面 就目前市面上 人家在賣這種免料的見面 你要是說 馬鞍啊 像現在一般這種都是切馬鞍 切馬鞍它放的厚度 可能會放個 山蠔這樣 你這裡可以做好多 你這個大碗真的不會 像這種品質它這麼高 你這個水非常的飽 我們說的飽水了嘛 你這個石頭非常的飽水 水非常的飽 然後呢 像這種見面 一顆大概就是 大千輸 這裡都不知道可以切多少 你別看小 你要是這個切 是可以切好多 它繼續往裡面切 這個料子不會變種 這個料子我看是它不會變種 為什麼說它不會變種 是基於這些霧塵 就這條霧塵 這個石頭的霧塵 它這種霧塵 你看 每次切你看 它都這樣包裹的 都是皮薄 肉厚 這些突出來的 這些邊邊的位置 可能品質不夠 但是 但凡是皮這樣子的 你這個料子的皮 它都差不多的 它後面這裡也有 巴一點點 它也是皮 它是秤一點點 也有霧塵 對 也有霧塵 順便說一下 這個霧塵呢 它不是百分之百 但作為我們切改口的人來說 有這個霧塵來切 它信心會好一點 這個不錯 這個你可以想像一下 不知道可以做多少麻辣 做十個就夠本 原來我的想法是 切得做得大的 出不了效果 出不了效果 大的可以 大的話你就是 你是高一點點 然後不考慮這個經濟價值 我只有顯工藝 因為它這種特別顯工 就是 品質還不錯 做千手觀音肯定是不合適 但是它做什麼合適 試開這做一個 站觀音就很合適 站觀音 千手觀音的話 要做的要挑這個頭過來做 就是換個頭 這邊才有 然後呢 這裡推掉一點點 這樣的話 但是它做得很小 手腳撕傘不開 頭挑過來的位置是夠的 就太小 品質不錯 而且品質都不錯 這個 這個阿門滿安座呢 有換過四會的中介 給過五萬多 也可以 你以前買的時候 現在買的就不貴 然後呢 我的視頻呢 給這個哥們來了一點錯覺 他說看我在緬甸買 是不是航行賬了 高高叫價 我說不是 我在緬甸買的那種市場就是這樣子的 就是像我的那種模式 就是在市場上買賣 它都是高高要價 漫天要價 我們是就地還錢 所以呢 你看到了 你說這些品質的東西 他們沒怎麼要價 你能夠接受 就是說 你買到了是一個 是在市場買的 只能這麼說吧 所謂的代購 就是自己賣自己的東西 哈哈哈 所以 你多清楚你的視性格之後呢 如果 交價太高 你可能會不要 所以就乾脆 叫一個差不多 你能接受的價 都可以都可以 哪怕它是演戲給你看 你這些品質都不錯 有儀說儀 可以 做觀音 做什麼都可以 你要做的牽手 這樣就不行了 這什麼儀子開啊 對 從中間切 因為它真的是不錯的 有味道 你對於品質呢 是瞭解的 然後剛才 你們去剝皮 我這樣攝影師去錄的時候 我們簡單的交流一下 我問他對於 目前這個料子是早上怎麼想 然後呢 黃兄就問我 怎麼看 我說 你是懂品質的人 你慢慢玩越玩越高 這些能賣就全部賣掉 再換成更高的品質 但是 我敢說上門 上到我這裡來的 你是一個品質 拿來 整體來說比較高 而且你自己是懂得 知道這個東西是好東西 那麼呢 這些你也有放過市場 人家給過價 你心裡大概有數 能賣就把它賣 然後呢 然後寧願買一個 小一點的 品質再高一點的 過來多學習 來演 交流切磋 交流切磋 沒有什麼學不學習的 每個人都是虧過來的 對 我的理解就是說 要看到好的東西 對比才知道 你現在來了 你就趁著 這個時候 這些東西 踹兜裡 然後呢 到這個市場轉轉 怕下午2點鐘就開始了 我們前面一直走 就是騙料市場 就是我的大門出去這條路 大路一直往下走 就是 就是材料市場 你可以去逛逛 但是這樣的料子呢 始終是在 平州跟市會比較熱銷 你這些是市場貨來的 就是說 你想要賣 是能賣的 就是價格的問題 不像別人 有些人上來的時候 直接就說不能賣 你是可以做賣賣的 你看它的皮比較滑 當然它也有人工刷洗過的情況 而且它這種皮 我們為行家來說 我們就說 這種石頭叫水石 不錯的 叫種水 這種石頭有才會出 還行吧 那你跟這些比就沒得比 剛才您自己說了 買東西呢 就買這種東西 然後呢 品質再高一點 看得懂品質 就不要再買普通的東西 那交流的問題 就是種老跟肉系的 像這種 我都說這種肉系 它水飽 起膠感 但是如果它畫得再好 就會起銀光 像我這種 我這種就是 叫做起銀光 這種呢 它只會起膠感 達不到我這種品質 像這樣的戒指 你可能賺好久都遇不到一個 很少你拿這種品質來做這樣子 我什麼都敢做 它這個色是刮 我們像那個植物刮骨的那種顏色 所以它是形象學 它像什麼 它就說它像做什麼 它顏色像刮 它就說是刮色 哇 真的是太美 所以這個 人家說起銀光 這個可以作為參考 辛苦了 東上 我都說裡面乾乾的 是不是 裡面乾乾 為什麼會這麼想 我說種水 有種水的話 它就是在皮邊 是因為 我在幾年前有一個朋友 他也是在緬甸 買了一個這樣的石頭 然後濃水就是浮在表面上 起顆粒 起成塊狀 然後呢 買完之後呢 他讓我幫他切 他買了七八萬塊錢 看起來實皮很好 就是跟你這個狀況很像 但是接下來乾乾的 所以我就跟你說 我說這個可能切出來乾乾的 就是沒有種水 這個是完全廢掉 但是 以後不要買這些 你買這些 比這個高級的就可以了 就這樣一直給你 結局 沒有很多 切穴 不 什麼 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